南投县议会本日上午召开第二十届第二次定期会 在总咨询议程中 县议员杰切强针对南投市中心新村多条道路 以及人行道破损等部分相当关心 并在议程中向县府相关单位提出许多的建言 期许县府能够重视 紧速改善 以保障民众行车安全 处长我想请教你一下 我们在中心村的人行道这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能够坐下来好好找个时间 把一条一条的马路路面平整的问题来做一个解决 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在银北路上面已经做了一个看刊了 已经会刊过一次了 而中心村里面不仅只有那条路 还有好多条都是残破不堪 而且它的设计也非常非常奇怪 我期待有一天能够主动找我 然后我们一条路一条路的把它找清楚问题 曾经的中心新村可以说是相当繁荣 而如今却只剩下许多的空房 如何活络中心新村吸引地方人潮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此 县远林路阳也相当重视 并在议程中提出许多的建言 期望县府能够审慎规划 招募企业以及厂商进驻 以力发展 或许现在台积电它现在正在寻觅土地的时候 中心新村的不管是面积还是说它在的这个交通区位 所以当中心新村如果假设能争取到台积电来进来中心新村设厂 并且我相信可以一并的来做整体规划的一个解编和解决 让我们的长辈在地方的居住 我相信这是一个机会啦 我们如果没有提出相关的计划 没有去争取其他厂商的进入的话 在20年之后我认为中心新村还是可能是现有的状况 假设我们能争取到台积电进驻到中心新村 不只是中心新村的繁荣 包括南投市区 包括草屯镇 包括整个中部地区都会因此而繁荣 在本日定期会议程中 县远解禁详针对中心新村多条道路 人行道破损不堪不平整等部分相当关心 而县远林路阳则针对中心新村如何活络发展 来提出建言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多加重视 紧速规划造福宪明 记得球迹局南投新议会采访报道